村子一年要横死五人,只因破坏了五关莲花镇。 欢迎收看白天刷不到晚上逃不掉系列,三老爷鬼是会之。 五关莲花镇,那一年村子里当真是横死了五个人。 第一个死的是刘志刚,他没事就会到河里去垫鱼。 就是身上背个大垫瓶,用两根竹竿,上面连着垫线,同时放入水中,就会把周围的鱼全都垫死。 刘志刚在河里垫鱼可不是一年两年了,从来没出过事,可那天不知怎么着,他自己也出了垫,被垫死在了河里。 第二个出事的叫李旭杰,在县里的种子站上班,每天上下班都骑着摩托车带步。 在回村的路上,有一条弯道,李旭杰走了有千百回来,可那天天天就出事了。 当他骑到那个拐弯处的时候,车子打了话,连人带车摔出去老远,脑袋不偏不倚地撞到了路边的一块石头上,人当场就没了。 第三个出事的叫王启贵,两口子头天晚上还好好的,也没吵架,没拌嘴。 第二天早上,王启贵的媳妇起了床,却不见王启贵在床上。 他以为王启贵是早起下地干活去了,可出门一看吓了个半死。 王启贵吊死在了自家的牛棚里,人都已经硬了,村子里边接连横死了三个人,在村民当中可就传开了,都说死的几个人和那个五官莲花镇有关。 也有人觉得这事就是凑巧了,几件是凑到一块了。 可村子里以往三五年也没有一个人是死于意外的,这一年里就死了三个,也太不寻常了。 有人这么说,其他人也跟着赞同起来,结果几个人一商量,说这事不能放着不管,得找村长讨个说法,几个人便一起去了村长家。 可村长并不吃他那一套,村民要求村长找刘夏子把这事给破一破,要不然下一个不知道是谁又横死了。 村长插着腰说,那些人是在宣扬封建迷信,是聚众闹事,如果不散了就处理的。 胳膊拧不过大腿,找上门的几个村民只能从村长家里退了出来,可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 几个人又一商量,干脆直接去找刘夏子给想个办法。 几个人买了些烟酒水果直奔刘夏子家,几个人大包小果的往桌子上一放,把刘夏子都给弄糊涂了,问他们是想干嘛。 带头的就说还真被刘夏子给算准了,村里已经横死了三个人,求他破一破五官莲花阵,要是放在平时,刘夏子听别人说他有本事,那得乐得合不拢嘴。 可一提到破五官莲花阵,他就一个劲儿的摆手,说他破不了。 村民以为他拿捏呢,就求他出手,别看着村里人死于非命不去管。 刘夏子说,不是他不想管,而是他真的管不了,五官莲花阵,他是真没本事破,那几个人一听这不完了吗? 连刘夏子都破不了,那就只能等死了。 刘夏子又说两年以后就会没事了,他说他算过了,两年以后那个煞地就会被破,至于是什么破的,他算不出来,也为他活不到那个时候。 那一年,村里果然有横死了两个人,一个是上山彩山货的刘晓天跌下了山崖,一个是开货车的赵二死于车祸,算起来刚好五个人。 第二年也死了五个,就不一一举例了。 刘夏子也没算错,第二年他肺癌晚期,检查出了一个多月人就走了。 还有一件事他也算对了,那块煞地真的被破了,那里被改成了刑场,每年都有几个犯人会拖到那里枪毙。 有人曾经数过,每年在那枪毙的犯人刚好是五个,只是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而为之了。 感谢收看,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下期见。